这部红遍大江南北的射雕英雄传 想必很多朋友都不陌生 这个弯弓射大雕的经典画面 时至今日仍然是耐人寻味 而这一套非常传统的弓箭 好像跟咱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些 从外形上不太相同 那到底谁更接近历史真相呢 这套弓箭的制作者 其实是咱们栏目的一位老朋友 巨元号弓箭铺的杨福席老师 早在2005年我们就已经打过交道了 当时杨老师的工作室还在城里 地方很小 稍微做点大范围的动作都转不开身 而如今他已经在通州区租用了几间平房 专门用来制作传统弓箭 也把咱们巨元号弓箭铺的牌匾 一起搬了过来 今天东城区东四十字路口西南角的位置 早在清朝的时候有一座弓箭大院 当时云集了北京四十多家制作弓箭的商铺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就是清朝皇家御用兵工厂 所制作的弓箭全部都要上缴 兵部 礼部 户部等 绝对不能外卖 时至今日只剩下巨元号一家了 当年皇家兵工厂生产的弓箭 无论从造型还是工艺 那绝对都是无可挑剔的 而这种精湛的制作技艺 一直传到了杨福熙老师这儿 巨元号制作的弓箭是标准的满足弓箭 而杨老师家里也是正宗的满足湘蓝旗人 组伴都生活在弓箭大院 杨福熙老师从小就看家里人做弓箭 喜欢弓箭也喜欢这门手艺 可惜在一段时间里 国家规定私人不允许制作弓箭 所以家里那些制作弓箭的工具 也都闲置了下来 年幼的他也经常听到爷爷 杨瑞琳念叨这门老手艺 直到1998年6月份 杨福熙看父亲年事已高 怕是再不学这门手艺 就真的失传了 所以才拾起了这些工具 也让巨元号弓箭铺重新开张了 传统的满足弓箭 又再一次回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 巨元号所做的满足弓箭 还有一个专业名词 叫做金角木反驱复合工 名字听起来挺复杂的 不过听完它的整个制作过程 相信您一定能明白 眼前这几件就是制作工的原材料了 名字当中的金 就是指上边这一团牛金 角则是这两块黑色的水牛角 木指的是这块竹胎 虽说要制作一张完整的工 大概得需要20多种纯天然的原材料 不过这三种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制作一张工的第一步叫做工胎 大家都知道这竹子都是直的 用它来做工胎 怎么都没个工的样子 这就要靠在它两端安装的工梢了 工梢是用木头做成的 把其中一头砍出一个V字形的头 然后再与竹板上砍出的V形槽插好 再往竹胎中间的位置 安装好木质的旺板 这就有了工的基本样式了 不过光靠一个竹片的韧性 来拉弓射箭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这就要靠牛角和牛金来帮忙了 您瞧杨老师这架势 可真是手脚并用 这就是制作的第二步勒牛角了 杨老师正在使用的工具 是最传统的工件制作工具 压马 当年的工件铺每天早上一开门 就会把压马放到门口 全当活招牌了 而所谓的勒牛角 就是将两片经过处理的牛角 分别紧紧地捆在竹胎外侧 要求的就是勒完之后 能让牛角与公胎平整服贴 形成完全一样的弧度 所以在勒牛角的时候 压马是用来夹住牛角和弓胎的 然后再用手中的这个走错来缠麻绳 缠好之后 这麻绳能达到铁丝一样的效果 勒上多少天都不会松 这样勒出来的效果才会好 勒牛角是用来增加弹性的 老师告诉我们 有些人偷工减料不用牛角 这工其实也能使 但是工拉开的程度可就远远不够了 除了用牛角来增加弹性之外 还得增加它的韧性 保证使用者无论怎么窝这张工都不会断裂 这个时候牛筋就该出厂了 这就是牛筋 加工成这个样子就是一丝一丝的 在这上面一层一层的铺 铺那么两三层 铺完之后 每铺完一层像现在这个季节 得有一个星期吧 才能进去铺第二层 所以说铺牛筋这个过程是最长的 通常情况下都得是20天左右 牛角在竹胎的外侧 而牛筋就铺在竹胎的内侧了 这样两面夹击 也可以对竹胎起到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您现在看到的制作完成的公筋 仔细瞧瞧 这牛筋 竹胎 牛角都用胶粘的严丝合缝 而两吨的公烧也被牛角和牛筋架在中间 绝对不会有松动的可能性 到此为止 一张工的基本结构就算完成了 金 角 木也已经悉数登场了 可这反驱到底是怎么个意思呢 其实这也就是满足弓箭的最大特色了 您看眼前这两张图片 左边这个是电视剧里咱们常见的那种 名叫直拉弓 而右边的这个就是剧元号制作的 金角 木反驱复合弓了 一张弓通常是由弓弦和弓壁组成的 咱先说说这直拉弓 所谓直拉就是说 这张弓松开了弓弦之后 弓壁是直的 这样虽然力量够大 但缺乏韧性 而剧元号的满足反驱弓 在松开弓弦之后 是一个与直拉弓类似的弓形 但是上弦的时候 却需要将整个弓壁反着弯过来再上弦 这样对于弓胎本身的质地要求就是非常高了 但是出来的效果也会很好 说白了 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个制作完成的弓胎 其实是反的 真正的成品其实是牛角在内 牛筋在外 得把做好的弓胎整个反向窝过来 然后才能上弓弦呢 如此一来 一把真正的金角木反驱复合弓就算完成了 在绘制上不同的图案就可以呈现出 我们在节目开始看到的那种又好看又实用的满足功了 您瞧眼前的这支剑 前边是用布包着一个源头 这么一支伤不了任何东西的剑能有什么用呢 其实这是杨福西老师前不久为一部古装电视剧专门制作的道具 所以前边就做成了源头的 不会在现场伤到人 不过这种剑可不是杨老师自己发明的 人家也是有历史原型的 早在清朝康熙末年 巨元号就已经诞生了 那个时候他们专门为宫里头制作弓箭 大多数都用作打猎 皇家要求很高 所以就会出现很多不同的箭足 有的用来打山鸡 有的用来打兔子 不过还有一种很特殊的 就是类似这样源头的箭 当时叫墩子 是用木头制成的箭头 专门是提供给皇帝出巡时候护卫队的 不过巨元号作为传统的弓箭铺 当然不能只制作这种跟摆设似的箭 眼前这根就是箭杆的雏形 它来自于咱们北方一种被称作 六道木的落叶灌木 它的特点就是 无论多粗多细都有这样六条道 所以才被俗称叫六道木 不过它要从这样的原材料 一步一步蜕变成咱们熟悉的箭杆 那还得要经过一段浴火重生的历练 首先您先仔细观察一下 这个原始的六道木 和最终成型的箭杆 它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这六道木并不是天生就那么直的 现在咱们在种植很多植物的时候 都可以通过修剪捆绑这些方法 来改变植物的外观 可这六道木是野生生长的灌木类 没有办法在生长的过程中人为修整 那我们后天如何补足它的缺陷呢 首先得把六道木放在火上烤 烤热之后放在这样的箭端子上 来不断地调整它的方向 这是一个特别需要耐心的活 以前都是用煤炉子的 这木头放在上边烤 还有一定的危险性 现在用这种垫炉子的就好很多了 不过这一只箭杆可不是一次就能成型的 基本上得经过反复三回调整 才能变成直的 这算是做箭当中最复杂 也是最花时间的工序了 而后再经过打磨 安装箭足和箭羽 就形成了一只完整的箭 不过这木材有长有短 有粗有细 您也不能随意制作草草了事 人家也有特定的质量要求 我们有一个中心点和重心点的一个关系 好比说这只箭长度是一米 中心点就是五十厘米 那么这重心点可不是在这个五十厘米那 重心点要前移 因为前面有这个键素是铁的 那是钢的 它重 这重心点要前移 前移多少为合适 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要求 就是我们最小不小于六厘米 最大不大于十二厘米 在跟杨老师沟通的过程当中 他曾经说到一句话 这箭语都是带风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古代用来做箭语的都是凋零 现在是不许用了 但是还要尽量使用猛禽的 因为这毛越厚住 箭的走势越稳 命中率也就越高 而在箭尾装饰这些羽毛并不是为了美观 而是用来增加杀伤力的 咱们都知道 人受伤的时候如果伤口比较深 就得打破伤风针了 而箭在飞行的时候 羽毛就会带着风过去 这样大量的风灌进伤口 这可比刀伤的破伤风 严重得多 现如今很多影视剧 为了表现英雄气概 中箭之后 都是一把把箭拔下来 还在继续战斗 按杨老师的话说 这基本上就是找死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把箭杆砍断 赶紧找大夫 慢慢取下来 迅速上药 这样才能保住性命 经历了刚才所有的制作过程 一套完整的弓箭 算是彻底完工了 不过师傅们还不能交活 一般来讲 您要想到杨福西老师这儿 定做一套传统弓箭 那得做好 等待两年的准备 做这个弓箭的过程很长 最少需要四个月的时间 而且还有一季节的关系 夏季最热的活不能做 冬天最冷的活不能做 最好就是春秋 所以说这一年 做不了多少活 为什么弓箭要做 那么多年之后的弓箭 也不能直接送到客户的手里 因为这传统弓箭 运用的都是纯天然的材料 木头 牛角 牛筋 都会在不同的环境下 不断地发生变化 做出来的时候可能很好 但没准过一个礼拜一个月 就会有一些微小的变化 这样搁行家手里不算什么事 稍微调整调整就好了 可是客户不见得懂 一来发现不了这些问题 二来就算是真发现了 也解决不了 很有可能导致一件作品的损坏 所以早年间制作弓箭的师傅 都是把成品在自己手里 放上一个四季 也就是整整一年的时间 确定它在任何天气环境下 都没有问题了 才能送货上门 所以这么一算 您下订单到设计制作 再到您拿到成品 基本上就得耗上两年的时间了 那么现在呢 哪里都是经过经加工的 那个优等材 这个已经比过去大大的提高了 但是我们仍然要坚持 在自己手里边 起码要放上三个月 每天观察 看看哪有毛病 哪有问题 该调理的调理 最后彻底没问题了 通知客户来取货 现在咱北京做弓箭的人 也不在少数 除了一些专门制作影视道具 和健身用品的之外 还有很多爱好者 自己在家制作 做出来的弓箭样式 也是千奇百怪的 可是作为巨元号弓箭 制作技艺的唯一传承人 杨福席老师 至今仍然坚持制作 最传统的中国弓箭 除了在原材料上精挑细选 在制作技艺上 不断追求更好的方法以外 对于弓箭样式 没有丝毫的改变 在工作室中 我们能看到的这些成品 除了大小不一 图案不同 造型上都是如出一辙的 在如今很多飞夷传承人 都在不断地紧跟时尚 与国际接轨的时候 杨老师也有他自己的想法 现在有很多年轻朋友 喜欢制作工件 自己动手做 他们可以做得 千奇百怪的 什么埃及的 匈牙利的 土耳其的 想做谁的做谁的 我跟他们在有时候 都在不断地紧